人类社会的经济是有规律的,每次犯人后面都跟着一波波衰退 人们把这种周期性经济衰退的现象叫做经济危机 而经济的衰退常常是由于金融危机导致的 要谈危机就得先来谈谈这样一个问题,经济规律是什么 首先来介绍一位老司机,名司机 一听到这个词,先甭管什么意思 你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金融危机要来了 加入美国的一位经济学家发现,经济是有周期的 金融危机经常发生,原因可能是金融不稳定 他叫做海曼名司机,提出了金融不稳定假说 简单的说,经济越好,人们就越敢借钱搞投资 借钱多到还不起,玩拖了,金融危机就来了 经济危机也不远了 等经济好不容易恢复了正常,人们又开始借钱投资 这过程就像坐国战车一样,来来回回 经济从好到坏的时间,就要做名司机时刻 经济周期有大有小,很多小周期构成了一个大周期 名司机时刻说的就是大周期的转折点 那么问题来了,经济是怎么到达这个时刻的呢 经济能上天,离不开这三把火 对冲性融资,投机性融资,旁视融资 融资你可以立即借钱,那么这三个阶段是啥意思呢 我们假设经济社会是个村子 故事就是这样,阶段一,对冲性融资 银行借钱给你是有条件的,得看你够不够格 这种银行相信你在未来能够还钱 因此当下贷款给你的行为叫做信贷 它能让你立刻有闲花,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为啥关键呢 比如村里的有只青年二狗子想开养鸡厂 但手头钱不够,与去找银行借钱创业 二狗子拿着钱到处采购 买张三的米,里斯的菜,钱就流到了市场里 被大家赚走了 大家赚了钱,经济条件好了 银行自然更愿意借钱给人们 这样一来,大家收取钱就变多了 钱多了该干啥?花呀 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交易 人们借得多,赚得多,消费就旺盛了 市场上形成了良性循环 这种表现就是经济增长 最后二狗子们连本带利还上了银行的钱 所有的人都赚钱了 经济正常运行 像二狗子这种见钱的情况就叫做对中性融资 对中性融资点了第一把火 让经济朝好的方向起飞 让我们记住它的最大特点 能够还得上本金和利息 阶段二,投机性融资 经济这么好,二狗子就动了心眼 想跟银行多借钱,开连锁养鸡厂 但养鸡很费时间 钱投进去,一时半火赚不回来 于是二狗子和银行商业 先还着利息,以后再还本金 养鸡厂抵押给你 银行也觉得养鸡厂有前途 二狗子肯定还得起 所以同意了贷款 双方一拍即合 二狗子又借到了更多的钱 立马开了好家分场 借的多,还的也多 但按说好的 二狗子先还利息给银行 银行天天作售利息 心里没自自 很快有了个大胆的想法 多借钱等于多赚钱 于是银行灵光一闪 放开了贷款条件 以前能贷10万,现在放宽可以贷20万 这种银行降低标准 让你更容易借到钱的行为 就叫做信贷扩张 实际生活里 有很多二狗子都这么干 回报虽然大 但风险很高 这种像投机一样冒险借钱的情况 叫做投机性融资 让我们记住它的最大特点 只还得起利息 阶段三,庞氏融资 经济好到这个阶段 大家盲目自信 因此借更多的钱搞投资 啥赚钱投杀 比如都去开养鸡厂 但人一扎堆就很容易出事 养鸡的人多了会出啥事呢 举个例子 养鸡要买鸡蛋来付小鸡 买鸡蛋的人一多 鸡蛋价格就会上涨 供养没变 鸡蛋价格就会上涨 一般来说 商品供名应求可能会涨价 同样的理 跟养鸡相关的东西 都有可能因为买的人突然多了 导致价格上涨 于是养鸡成本上去了 二狗子一时半会赚不回钱 连利息都还不上了 这可咋办 这时二狗子灵光一闪 借钱还钱呀 等卖鸡赚了钱 再统统还上呗 于是二狗子开始找二舅借钱 现实生活中 又会有很多 这样的二狗子和二舅 他们借来借去 时间一长 人们的债务就越来越多 虽然表面看着经济不错 大家都有钱 但都是借的钱 万一还不上呢 风险很大有没有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 经济也就好到头了 这种拆东墙补西墙 到处借钱还钱的情况 跟庞氏骗局很像 所以叫庞氏融资 让我们记住它的最大特点 本金和利息都还不上 看明白了吧 这三个阶段 都跟本金和利息有关系 最后咱们做一个重要的总结 三种融资情况 就是经济从低到高的三个阶段 记住他们的主要特点 对冲性融资 是能够还上本金和利息的 投机性融资是只够还利息 庞氏融资是啥都还不起 只能借钱还钱 如果你要了解了 自己社会的经济情况 在对照下面的图 大概就能知道 社会处在什么位置了 接下来在庞氏融资后面 经济就会来到明司机时刻 这玩意一来 接下来就会发生金融危机了 比天津预报还准 话说经济好端端的 为啥拐弯了呢 都是因为二狗子们 最后没赚回钱啊 仔细想一想 社会上大家一窝蜂的 都去养鸡了 最后社长上鸡就超级多 这就很容易出现问题 需求没变 供应变多 鸡价就会下跌 很明显 商品供过于求 可能会降价 鸡便宜了 大家更赚不回钱了 当初借的钱都亏了 肯定是还不上了 这时候银行开始少借出钱 甚至不借了 这种行为叫做信贷紧缩 大家亏空了 也赚不到钱 消费就不进气了 于是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这种表现就是经济下滑 经济的市场上 可能会有两种情况 大家穷人狗 没钱消费 经济不断下滑 银行被挤兑 甚至可能倒闭 亏钱就像传染病 引起社会的一连串反应 公司倒闭 员工失业 股市大跌 经济下滑等 金融危机就这样来了 面对危机 有什么办法应对吗 让我们来复习总结一下 经济疯狂主要是因为 人们借钱越来越多 越来越想冒险去搞投资 借的主部分钱叫做杠杆 借钱用来扩充资产 就是加杠杆 杠杆让你赚得多 但赔起来也多 杠杆越来越高 最后还不起了 可能就会引发危机 所以该咋做知道了吧 去杠杆啊 简单说就是还钱 一般政府都会做这些事 钱暂时还不上市吧 银行为了把钱要回来 只好想一点别的办法 比如少还点 延长还款期限 方法二 财富再分配 给土豪加税 把收来的钱用来发福利 创造就业岗位 这样失业的人就慢慢有了钱 就能把欠的钱还上了 方法三 货币调节 为了解决问题 政府会和中央银行商量 让中央银行多印些钱 然后花在大家身上 当然还有其他办法 各有利弊 大家了解一下就行 要想解决问题 难度还是很高的 因此只有深入了解 整个危机的历史 才可能抓住经济的命脉 说不定还能把危机 转变成机会 至少在经济沉浮中 你不至于糊里糊涂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创造的内容 别忘了给我点一个赞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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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